一个学院舍友和他姐都特逗 一天他姐给他快递来一大盒子玩意还很轻 回到寝室打开一看全是折叠好的奶盒子 还有一封信 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 莉莉 这奶特好喝 你也买点尝尝 把我们直接笑坏了 谈了个二货男朋友 前两天他健身把腰闪了 就有健兮兮的同事谈论 小莲是厉害呀 男朋友腰都不行了 我特么真是百口莫辩 关键是这狗东西听别人这么说 都是露出个腼腆的表情 明天你妹呀是你自己打球打坏的好吗 我的仪式英明还有得救吗 这天 小伟和女票闲聊的时候 女票突然凯叹起来 还是坐屁股好啊 辈子都和另一半在一起 小伟一脸认同的表情 点着头 你说的很对 但就怕第三者插住 清晨去学校 在门口被拦下来问话 为什么没穿校服 今天不是星期六吗 谁规定星期六就可以不穿校服的 那你告诉我 是谁规定星期六要上学的 我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遗留那个老师一个人 在风中杂乱 我就是个送快递的 你给我发校服啊 昨晚深更半夜 格林的女邻居突然来敲门 说忘带锁持被锁在门外了 盼望我能收留她一晚 我看着她一身薄如蝉翼的蕾丝睡衣 一狠心 就爬窗户帮她打开门了 其料她连声蝎子都没有 气鼓鼓地摔门回屋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